大家今天要来清理一下 Fluver 306 这一台 虽然说之前没有清 没有清也没有说很久 不过 现在有空就把它稍微保养一下 这个是马达盖 大概就这样子擦而已 很简单 冲一冲 稍微冲一下 里面 这个要小心 拿起来 拿那个 压刷 刷一刷 干净了 干净了 要干净了 然后 这个 酌醒 小心啊 稍微 洗一下 刷一刷 然后 刷好之后 装进去 這個也要很小心的 慢慢放回去 然後這個蓋子 蓋子這樣子 這樣子 裝回去 往裡面壓 這樣就緊了 這樣這邊就洗好了 然後這個就先放旁邊 然後接下來是重頭戲 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個 吼 綠綿 看到沒 多髒 這個你敢相信 剛才來 長得死 一樣先丟旁邊 然後蓋子 蓋子 先丟旁邊好了 這個陶瓷 稍微沖一下就來了 先放旁邊 好 綠綿 綠綿 綠綿是還好 應該好好 因為這個是它細的 綠綠綠綠綠 我們先把水倒掉 看到了嗎 哇 台哥 看到了嗎 好 丟旁邊 好 丟旁邊 那我們現在開始清理一下這些東西 這是我 這個是我自己剪的鍋裡棉 那個粗的生化棉 這個是用來 第一道去擋那個 最髒的東西 然後它的一些 髒音就會 沉積在 最底層 接下來這個是 它送的那個 生化棉 對 這個 這個要稍微擠一下 有看到它 它這個生化棉 它是做成凹凸 不平的情況 這樣的話它就是接觸面積會比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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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生化棉的作用 就是它水是從這邊灌進來 水是從這邊灌下來 然後它的 它的 綠綿 會經過這邊這個洞 然後水是往這邊出來 這邊出來 然後跟這邊進去 然後 經過擠壓的方式 它就是 會很平均的 留在 這個 表面積 對 看到沒有 它就是水會灌在裡面 所以說裡面 這邊也是會髒的 會卡髒物 你看 對 看到沒有 髒物 髒 對不對 髒物 會卡髒的 我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 Flubo真的是還不錯用 只是它價格貴了一點 然後這個 它清洗完之後 就丟旁邊 然後這個 洗的話 這樣有點技巧了 這個洗的話 一定要 拿一個 孔子來抓 不然你洗不乾淨 不然你洗不乾淨 這不是好小的 很髒 這水應該相似 你一片都這麼髒 每一片都這麼髒 你就知道 它過濾效果多好 就是一種爽度 這個看到 它過濾的效果就是一種爽度 你看 多髒 我上次清洗 也大概 才一個月吧 應該也不到一個月 這個髒整個樣子 你就知道 它的 過濾效果多好 把這邊稍微清洗 好 就開始組裝進去 這個 這個 裝這個很簡單 上面 這樣子 裝進去就好 一片 一片 4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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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清理完畢之後就開始組裝回去 然後它這個下面 就可以開始先放第一層 第一層是我是放粗的生化棉 粗生化棉 然後第二個是它的那個細的生化棉 第三層 陶齊環 蓋子 然後最後最後最後才放生化棉進去 然後接下來蓋蓋子 接下來蓋蓋子 然後這邊的話 這樣子蓋進去 往下壓 往下壓 然後這邊要跳一聲 然後這邊也要跳一聲 確認一下縫隙 然後把旁邊擦乾 然後這邊準備組裝回去 然後這邊準備組裝回去 組裝回去真的很簡單 就是這個頭 放上來 頭放上來 這個 輕壓下來 這樣就好 然後 進水閥 放下來 叮到 然後就可以叮到 它開始 再吸水了 等到它吸水完畢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 插電運轉 好 那吸水已經完畢了 就可以打開 水閥 對不對 打開電 有了 你看 這個是不如我306的 那個水量多大 好